好的,我们在上一个影片呢,已经试了这个牛奶调味吸管 接下来让我们把其他的牛奶调味包给试完吧 好的,那我们试完这个牛奶调味料的这个吸管之后呢 让我们来试一下这个牛奶调味包 之前呢,我在上一个影片呢,和另外一个好友试了这个牛奶调味包之后呢 就发现非常好喝 所以呢,很期待这一次的这些水果口味呢 到底会不会跟上一次喝的一样好喝 好,那今天呢,我也特地带来了这个珍珠奶茶 这也是我上个影片呢,在Daiso买到的珍珠奶油 茶的那个珍珠 然后呢,主要是为什么会买呢 因为觉得很特别啊,而且呢,可以加在牛奶里面 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有好习惯 就是喝有珍珠的那些饮料 就是有看到,就是在网上都有看到 用珍珠来做糕点啊,或者是蛋糖或者是甜品 所以,这是在Daiso,也是在日本的Daiso买的 不是,也是在日本的Daiso买的 对,好,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牛奶调味料的这个炒米口味吧 好,好,好 所以呢,它是,在日本呢,是100Yen 然后100Yen呢,里面呢,其实有8个包子 嗯,9包子啊 对,所以比这个呢,它一个的话呢 只有3个心碗来的更划算 对,更划算 好,我们试试看吧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泥面好不好 它里面呢,就是一粒一粒的 感觉好像是鱼的食物 啊,哦 对,非常好像鱼的 对,很小很小的那个鱼的食物 啊,很香的那个草莓的味道哦 嗯,而且颜色也变了 就是变去粉红色了 嗯,慢慢渐渐的变去粉红色了 嗯,慢慢渐渐的变去粉红色了 好,非常美 nice,very nice color 对,多看看哦 嗯 哇,草莓味很足哦 很重 嗯,很,很,very refreshing 我觉得我比起来我真的比较喜欢这个 那个,这个牌子的牛奶加味料啊 因为它的那个味道真的很浓 嗯,感觉上就好像这个牛奶真的就 加了这个草莓口味 跟刚才的那个吸管的 那个差别的真的是蛮大 对的,十万八千也有感觉 嗯,感觉这个真的就是草莓牛奶 嗯,刚才那个呢就是 好像普通牛奶 然后带一点草莓的香味 和比较甜一点 有没有什么草莓的味道 嗯,对 对 所以,就是一包 一包 一包也是可以满足 满足啦 对 Compat to 一个吸管 你要这个吸好几次啦 对对 This can very frustrating 对,这个呢 那个吸管的话呢 你可能就吸的速度你还要放慢 哦,还要放慢 你可能还要吸到一半 然后让它吸收那个口味之后呢 再往上吸 可能你就要憋气 吸一半憋气 然后 哈哈哈 是不是 这个完全因为是靠 你自己给搅拌的嘛 所以一搅拌均匀之后呢 你就可以完全满足 可以享受那个 那个 过程 那个味道啊 之类的 所以其实是 真的是很方便 好,接下来呢 我们就试一下这个 香蕉口味的吧 好的 就是Aaron我才问一下 就是为什么会选了这三包 其实我每一个口味都有 对 然后今天 既然我们是做这个 水果系列的 我就把这两个牌子呢 一起放在一起 对 因为 我就从来之前呢 在夏末的台的时候 没有看到这个 牛奶调味 饱 所以呢 就觉得特别好奇 明白 那你本身有喜欢吃什么水果吗 嗯 我最喜欢的 是 西瓜 好 对 你本身呢 本身也是喜欢吃西瓜 西瓜应该排第一名吧 都是ok 因为在 我们的热带 热带的国家 热带的国家 其实西瓜本身 不当然会解渴 可是其实 有所不知 对心脏 是很大的 帮助 对 所以这是很多不知道的 对 而且呢 你知道 除了 在什么时候呢 你会想到西瓜吗 笑的时候 答对了 因为你拍照的时候 你会说 西瓜甜不甜 甜 哈哈哈哈 这有莫切 好 那我们赶快 回归正题吧 我们接下来要试的呢 这就是那一个 香蕉口味的 香蕉口味 嗯 这个发出来的时候 都会有一股 就是 香蕉的那个 香味 你这 你闻一下 哦 上了 它好像那个 trim gum 或bubble gum的香味 嗯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是 是 是 你可以看到哦 它的颜色是很鲜艳的 这个一粒一粒的啊 哇 多了 其实呢 因为我们用的是 冰的牛奶 嗯 可是呢 它的 还是蛮容易 融化 融化的 然后有发出 香味 我觉得它这一点 就做得比较好 而且它的颗粒呢 明显的呢 就比这个 吸管的来的小 嗯 嗯 明显 对 真的都有那个 口味的香味哦 嗯 而且你有所不知 Aaron其实是 一直以后 晒出了 都可以闻到 那个香味 所以 对对对 因为我 已经感冒了 如果 这样感冒之后呢 还可以闻到 那个香味 可是这个香味是非常 融的 对 好 那我们试试一次 好像有点甜 对 还是你喝完了 所以 奶粉要够 不够 很甜 其实呢 还有说呢 一包装的奶粉呢 大概是150ml 啊 150ml 对 就等于是半个杯左右 半个罐吧 半个罐左右 嗯 对 所以 如果放太少 就变成太甜 然后就 喝不出那个口感 对 我觉得呢 呃 虽然它写150ml 可是你可以依据 你个人的喜欢呢 呃 增加或者减少 比如说 你布要那么浓的话呢 你可能 牛奶就可以加更多 或者你想要更浓的话呢 可能牛奶就可以放少一点 像我就这一部分 你可以自己 含量 对 而且还要跟你讲 150ml 对 好了 到我们最期待的这个呢 一瓜的牛奶调味包哦 嗯 这个 还要有带那个泡沫缸的 对 我还是要讲这个也是蛮强的 对 奇怪 这个没有变青色咧 嗯 我真的要讲咧 而且哦 客人会不会变成Hawk 哈哈 嗯 你知道哪一个 英雄呢 最喜欢客人来他的家吗 不晓得 那就是 绿巨人 哦 为什么 因为绿巨人 浩客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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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牛奶呢 你可以看 它竟没有变成什么 轻色 感觉的是 挺带白色的 嗯 不过它却有那个 阿弥瓜的香味 嗯 有啦 有 还是有喝得到阿弥瓜的味道 嗯 反正一直剩到包就可以喝出那种味道 所以如果是比如说你 比如说家里如果有小朋友在里面的话呢 可是他们不喜欢只是单单喝牛奶那种口味 这个就很适合就是带一点不同的选择 就给他们尝试一下 是好像我们上一集讲的 如果可能家里有很多人 可是每个人喜欢的口味不一样 你就不需要买很多口味的牛奶 就买一种口味普通的牛奶 然后就放这些调味了 或者其实你也可以买一种牛奶 然后每天给不一样的口味 这样小孩子也不会闷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这次的这个产品就要怎样了 很有新鲜感 对对对我也是觉得蛮有 就算我是第二次喝这个牛奶调味包的 我还是觉得蛮特别的 蛮特别的 因为从这么小包就有带有这样多口味 是 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牛奶调味料的 这个吸管型的 你会 如果你去日本的话呢 然后你要买回来 你会把这个东西带回来下坡吗 首先可能不会 因为过海关的时候 可能会被问 如果他们go through 那个scatter 可能会问 诶 什么是不是 不停啊 因为看见犯证 你现在准备一条一条的 一条一条的 所以很容易就是 会开放不解 误解啦 而且 而且有这个机会去尝试之后 发现到可能他的口味 没有那么重 就会考虑说 诶 是否会划算 划算去买这个产品 是 这个呢 是一百元三支 一百元大概是相比快多啦 所以等于一支的话 可能要几毛钱 我觉得 除了他性感的 就是给小朋友玩一下这个吸管 还有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其实本身味道并不强 所以如果是我的话呢 我下次可能就不会把这个东西带回来 嗯 对 而且 因为它是 plastic 我们现在在目前要剪 啊啊 plastic 对对对 我们就是要少用这些塑料的这个 产品 对不对 对 好 那虽然这样 那你最喜欢的口味是哪一个呢 在这三支里面 在这三个单装呢 我还是比较喜欢巧克力的口味 OK 好 我本身呢 我最喜欢的呢 同样的也是巧克力口味的 嗯 好不好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轮到这三包了 嗯 上一次呢 我们 给了这些 牛奶调味包的分数 从零到五颗星 那 同样的呢 今天的话呢 这三包呢 我们也会给零到五颗星 表达我们 有多喜欢 一个人的爱好啦 五颗为最多 那请问这个 牛奶调味包炒美口味的 你会给几颗星呢 嗯 五颗星当中 可能会给一个四颗 四颗 四颗星 好 为什么会给四颗星呢 本身 它的就是 开的时候 然后倒进杯子里面 就已经闻到 有点草莓的味道了 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就是 真的是 有什么叫 草莓的 口味啦 嗯 而且颜色 很亮 嗯 所以我本身就给它 一个四颗星 好 我本身呢 就会给它 我觉得我会给三颗星 嗯 我觉得其实 它说要做到的成分呢 都有做到 所以要把它变成 草莓口味的牛奶呢 的确可以变成 草莓口味 嗯 可是我觉得说 诶 可能草莓口味的牛奶呢 很普遍 所以呢 可能我直接买 草莓口味的牛奶 就好了 明白 我除此之外呢 如果你是要把 普通牛奶 变成草莓口味的呢 我还是很推荐的 这个 还是很棒的 好 好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 香蕉口味的 这个 牛奶调味包 嗯 好 那你会给 几颗星呢 嗯 本身会给它 可能一个三颗星 哦 比草莓低点 对 是的 因为 就 很甜 很甜 哦 你觉得这个 比草莓的甜 多 嗯 嗯 本身也 不处喜欢吃的 好 好 这个呢 我同样的 也会给 三颗星 因为我觉得 它跟草莓的 是类似的 就是说 同样的 有达到它的效果 我同样的 我可能要的话 就买 香蕉口味的牛奶 就好了 明白 这两种口味的牛奶呢 是比较普遍的 在市场上都有 对 就一般 你就可以买得到 好 好 那到了最后 这个 这个呢 就是那个 哈密瓜口味的 牛奶调味包 嗯 你会给几颗星呢 老婆叫我给五颗 哈哈哈 老婆叫你给五颗 嗯 我也会给五颗 嗯 只是因为你老婆喜欢哈密瓜 OK OK 不会了 哈哈哈 去把药要给我回家睡觉啊 哈哈哈 OK 我看原理呢 其实 是因为哈密瓜比较少见 啊 对 就是 对 而且它的味道都很重很浓 都很浓 所以都完全可以喝到哈密瓜的这个 口味 对 对 所以呢 这个非常推荐 如果 喜欢哈密瓜的人呢 可以买来尝试一下 是的 而且呢 呃 100Yet的话呢 你会有8个包装 所以是挺划算的 真的非常好 对 好 好 还有什么你要补充的吗 Dommy 嗯 都OK 如果是在日本的话 就 入过 进过 不要错过 是的 如果进过呢 绝对不要错过 那 谢谢Dommy 想我的影片 谢谢你们观赏 如果喜欢的话呢 不要忘记按赞 点阅跟分享 呃 每一个点阅跟分享 跟按赞呢 对我来说呢 都是很大的鼓励哦 也不要忘记呢 按小铃铛 但是我下一次出影片的时候呢 就可以收到通知了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You want to try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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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 诶 如果喜欢的话呢 不要忘记按赞 点阅跟关注哦 你也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 之后不要忘了转发跟分享给你情分浪友哦 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 我是小黄迪 我是小黄迪